在这滑板头戴鸭舌帽 造型新潮的小旗鸡 日前在西门町组装完成后 一大早就有不少游客 兴奋的和他合照 就很鸡啊 就是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最好切合今年的主题吧 整个都好美 整个都好美 就是他的装饰 工作人员日前还彻夜赶工 在西门町街头 搭起一只只小旗鸡家族成员 让人一走出捷云站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元宵气氛 坐着博尔良更公布 小旗鸡点灯画面 一颗颗灯泡亮起来 包括身体蛋壳和帽子 通通都会发光 而仔细看也会发现 其实小旗鸡的材质 和一般传统花灯不一样 传统花灯主要都有 铁丝交错打鼠骨架后 再披上透光布料 不过小旗鸡为了打造出光滑 表面提升细致度 全采用高强度的玻璃纤维 但玻璃纤维无法透光 团队就只好从外表 镶嵌灯泡下手 首先要在小旗鸡身上 刷出定位点 再钻孔安装LED灯 一共装了超过 三万多个灯泡 工程浩大 新年快乐 一群男子身穿西装 跳机械舞 这个画面好熟悉 原来就是事前 世大云宣传片 爆出抄袭的对象 日本男团World Order 现在受到观传区的邀请 担任表演嘉宾 基本上他们觉得说 其实熊战还蛮可爱的 那至于影片是不是超期 他们觉得倒是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他们也蛮转快就答应了 善用负面行销 直接找男团World Order 当灯结嘉宾 熊战也要加紧练习 一起炒热灯结气氛 记者张可良 万确华台北报导 Audio 窗いた 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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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